《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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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形容着《马福音》 今天去到第8章第27节 去到第38节 上次我提过 提到当耶稣 去到一个地方叫做白塞大 当他去到白塞大的地方 他就医好了一个盲的人 当时我就提到 这段圣经 借着这段圣经 耶稣基督提醒我们做基督徒 我们要去认识耶稣基督更深 当我们说要认识耶稣基督更深 是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广阔的深空 就是换言之 今天我们人去认识耶稣 很多时候是被人的限制 以至到我们认识耶稣 都是有他的限制在当中 所以在神学院那边 每一个圣经学者 他们看圣经可能都有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方向 但如果我们能够有一个广阔的深空 去容纳不同的学者 对圣经的教导的时候 我们对耶稣的认识 一定会更深 一定会更阔 其实换言之 今天我们香港所面对的问题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 一听你说的观点 跟我不同 我们就会有一个割蓄的机会 所以我们经常说 香港现在是一个割裂的社会 就因为你不听我知识 所以我和你割裂 第一姊妹 我们认识神不可以这样 我们认识神就是要有一个广阔的深空 是容约不同的学者 对我们的教导 关于圣经的教导 第二的条件就是 我们必须要觉得 我们自己认识耶稣 永远都不够 因为我们读圣经 我们很明白 我们今天读一段圣经 就算明天读回同一段圣经 我们可能都在神里面 所领受的有不同的形智 所以变成了我们的圣经的丰富 就是我们这本圣经 可能2000年在这个世界上 但我们仍然就拿着这本圣经 没有加多没有减少 我们每一年仍然都是读同一本圣经 但我们对神的认识 印象我们每一年的中读 能够对祂的认识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所以不然之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深空 也要有一个谦卑 我们认识耶稣是不够的 这是我的条件 但今天我上一次也提到 耶稣基督医好这个盲的人 医了他两次 耶稣行神迹 从来都没有两次医一个人 就是他第一次用口水 涂到他的眼里 然后他就开始看到东西 圣经说他看到人 但好像树那样 从来看人 不会当他有棵树 你看看旁边 他是人 他不是棵树 但很明显他的眼 还没有百分之百医好 所以他就看到人 他就梦 他就走下去 他就看到很多树 走下去 但到第二次 耶稣按手 他就完全得着医治 但当然耶稣 为什么要有两次的神迹 在同一个人身上 才能够先把他完全医好 上一次我就说 其实这段圣经的重要性 就是他的城上 啟下 他城上面那段圣经 和连贯下面那段圣经 这段圣经的上面那部分 就是说到耶稣基督 和门徒坐船过海 在当中要谈谈 他说我们要小心 法律坐人的教导 和欺略党的教导 他称之为教 没有教饼 他说我们要小心他们的教导 因为他们的教导 并不完全 我们要谈慎 我们不要随便听别人的教导 而自己不去反省 所以我上一次说到 我们都要小心 我都会担心有一天 耶稣基督责备我 就说你是在用同福堂的教 我就害怕 不是耶稣的教导 而是同福堂的教导 所以换言之 我们一定要很谈慎去研经 很谈慎去思考 将上帝的真正的意思 来讲解得明白 所以我也是求主 帮助我们 每个同工去讲道的时候 我们都要很用心 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 而同样 那个神迹也提醒我们 我们认识神 有时是一个过程 所以由旧约到新约 我上一次讲了一个神学的名词 就叫做 Progressive Revelation 就是渐进式的启示 就是由旧约到新约 就是圣经 是将神的观点 由一个影子 变成一个实体 由一个预言 变成一个应验 所以新旧约都很重要 我们不能够只读新约 或者不能够只读旧约 我们一定要看完整部圣经 我们才能够将整个信仰 是加为全面的一个认识 所以耶稣基督就提醒我们 祂说我们的认识 是由蒙蒙蒙蒙蒙蒙 开始去到清楚 对于那帮门徒 一样 其实耶稣对那帮门徒 透过一个这样的对话 其实他是挑战那帮门徒 究竟你们认识我有多少 其实今天耶稣同样是挑战我们 究竟我们认识耶稣有多少 以至到今天我们认识耶稣 不单止只是认识耶稣 甚至我们要明白 认识耶稣要付什么代价 所以今天 啟后就是今天这段圣经 今天这段圣经就是 耶稣基督是要提醒那帮门徒 当我们说要跟随耶稣的脚中痕 我们有什么要求 究竟上帝对我们有什么要求 即等于今天我们要跟一个人 走一身的路 譬如我们夫妇 很简单 我们夫妇 如果我们说 呼唱苦锤 要跟着老公一世 你都要认识这个老公 今天你都要认识清楚他 你才将你的一生交给他 大家明白吗 所以你要将你的一生交给耶稣 你必须要很清楚认识耶稣 今天我们尝试透过这段圣经 我们如何去跟随耶稣 之前我们要如何去认识他 第一 我们真的要认清跟随的耶稣 是一个什么耶稣 我们先读一读这三段圣经 准备一二三 耶稣和门徒出去 往该撒利亚肥立比的村庄去 在路上问门徒说 人说我是谁 他们说 有人说是施舍若寒 有人说是以利亚 又有人说是先知女的一位 又问他们说 你们说我是谁 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 很简单的三四圣经 当然在马达福音 记载同一个事迹 它是较详细一点 这里他就说 耶稣完成了八塞大 一个神迹之后 他就带着门徒去到 该撒利亚肥立比 如果看一幅地图 下面有幅地图 八塞大就是大概这个地方 而该撒利亚肥立比 就是这个地方 在上次我讲到的时候 我就说八塞大和该撒利亚肥立比 这两个村庄 都是由一个叫做 希律肥立王所建的两个村庄 就是换言之 这两个村庄 都有它的政治的重要性 但另一方面 其实该撒利亚肥立比 它不单止在政治上面 是有它的重要性 同样如果看回背景 它是一个很丰富 特别在水源上面 很丰富的一个城市 甚至在当时来说 它们的土壤是很肥肥 不过这个村庄 更加一个特色 就是这个村庄那边 是有所有的不同宗教的神庙在那边 包括希律的神庙 包括罗马人拜自己皇帝的一些庙 都是集中在该撒利亚肥立比 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去以色列 其中一个景点就是这个地方 一定带你去这个地方 当然现在没有了这些庙 现在只是很多的旷野的感觉 但是那些道友会和你说 这里是什么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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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多庙 耶稣很有趣 他特意有空没什么做 我曾经说耶稣有空没什么做 由八塞大走四十公里 特意走四十公里 在条路上面就问满徒 人说我是谁 然后就说 你们觉得我是谁 等一会 今天如果问大家 耶稣是谁 你会怎么回答 人家这么说 人家这么说 耶稣会问你 你觉得我是谁 一样 他为什么真的有空没什么做 为什么真的要去到该撒利亚肥立比 才去问这个问题 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耶稣一定有个意思 就是耶稣做的事 完全没有意思 他不是有空没什么做 不如先走四十多路 聊聊天 我觉得耶稣不会 特别是马可福音 更加不会 因为马可福音 说耶稣是一个仆人 一个仆人 没有可能浪费时间 一个仆人一定要 不断地去工作 所以耶稣绝对 没有原因 就是换言之 是什么原因 要去到该撒利亚肥立比 如果我今天和大家聊聊天 各位丁智会 你们是不是基督徒 是不是基督徒 是的 你今天说自己基督徒 在这个地方 用不容易 很容易 因为这里百分之九十九 都是基督徒 但如果有一天 你去到一个地方 得起一个基督徒 周围是不同宗教 你知不知道全土耳其 有多少基督徒 全土耳其 根据一些研究 只有四千五百个基督徒 比同福堂还少 四千五百个基督徒 昨天一个会计师帮我多读 就是多读 原来在土耳其基督徒的百分比 是0.0005的基督徒 只有四千五百个 就是换言之你要在土耳其 一个这么多不同的信仰那边 特别是充满伊斯兰教的那边 你说你自己的基督徒 哇 随时被ISIS 哇 真是忽然间 笨招死了 是不容易的 就是等于今天你在教会 借饭 很容易 今天你去到一个局面 全部都不是基督徒 只要你一个基督徒 我相信我们在借饭的时候 都睁大眼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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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有人知道你基督徒 那当然 祈祷一定要眉眼 我没有画过 没有画过 等于知会 耶稣问这个问题 就是说 在这么多的宗教那边 耶稣就特意问他 人说我是谁 接着就说 你们觉得我是谁 就是说在这么多的宗教的群体里面 耶稣要他们清楚 究竟什么叫做信耶稣 用今天的术语 就是当然 如果只是单单在宗教的群体 在土耳其 我仍然深信 有很多人敢说 我是基督徒 最多就是死 是吧 我觉得 尊度也不容易 不过也有人会尊度 不过未必是我 尊度有什么意思 死就死吧 我是基督 接着 碰 死了 一距八跤 但是我觉得耶稣 不只是单单要我们死 这个问题 他不是要我们殉度 我们经常都有一个错觉 就以为耶稣很想我们死 知不知 其实耶稣今天就不想我们殉度 要我们殉度 那么容易吗 耶稣反而在这里 更加重要的原因 他要我们这么清楚 我们想什么 他要那些门徒这么清楚 他第一个问题 他说人说我是谁 那些人说我是谁 他说你是施世约翰 有人说你是伊利亚 有人说你是先知 他哪里其中一个 哇 你说怎么搞错 这帮人这么说 耶稣是先知 这么简单 今天你跟我这么说 但在犹太人来说 先知已经不简单了 先知的地位 是代表神去和人说话 今天如果你看到一个先知 你也要肅然起敬 先知 多谢你 我们教会 能不能拿到先知走过来 你知不知道 十几年前有一个先知 他说他自己是先知 走过来 见到师母和师母说 他说师母 那时候是二月份 很清楚 我记得很清楚二月份 他走来和师母说 师母说我是先知 又虽然起见先知 接着他跟我和师母说 他说师母 师母 神跟他说 你知神跟他说 就是先知 神跟他说 他说回来给他听 就是先知 我说是吗 他说 牧师过不了四月 他说牧师过不了四月 那师母怎么回答呢 师母不知道怎么回答 因为你不能说他错 神跟他说 有权兵 师母说 那你帮牧师祈祷 是没有的 接着师母跟他说 他说 有个先知 说过不了四月 我说是吗 我骑下肚 看看过不了四月 那祢主现在还在 那意思 大家明白吗 先知 有它的重要性 有被尊重 所以当他们说 耶稣是先知 可以的 犹太人 但是 马俄福音第一章 第一节很清楚 耶稣基督绝对 不是仅是先知 圣经说祂是 神的什么 义子 所以耶稣就说 问第二个问题 你们觉得我是谁 彼得很喜欢讲话 彼得讲话就是 不经大脑 有时对时不对 这次对 耶稣说 彼得说 你是基督 对了 百分之一百 一百分 他说你是基督 但是在马俄福音很好笑 马俄福音那里 记载多了一句说话 耶稣说 是天上的父子是你的 即是说 彼得说得对答案 也不是他自己觉得 他说得对答案 是谁叫他说的 是天父叫他说的 大家明白吗 他刚刚有彩数 天父叫他说 基督 哇 一百分 各位认识姐妹 耶稣是谁 你们说耶稣是谁 基督 搞定了 基督就是救了的尼赛亚 就是一个的守高者 就是一个君王 一个是将来 是统治犹太的君王 这个是尼赛亚 这个就是基督 因为Christos 这个希腊文 就和Messiah 希腊文的意思同一样 所以旧约的人说 哇 你是基督 对 对了 但是耶稣有没有 满意的答案 刚才我说过 八错大家 那个盲眼的人 他第一次被医治的时候 他看到人 不过好像什么 树 他不是很清楚 到第二次医治 他就清楚了 所以一样 耶稣是否满意 这个彼得又说 你是基督 其实很明显 他不是满意 于是有第二点 耶稣要我们 要认清耶稣付上的代价 他说你叫我是基督 一百分 不过你认不认识耶稣 要付什么代价 因为旧约的尼赛亚 是不需要付代价的 救了个尼赛亚 是一个荣耀的君王 所以耶稣要教导这帮人 清楚 今天你说我是基督 对 但是你要知道 你认识我是基督 之余 你要认识我 要付什么代价 于是在第30节 到31节 我们就读一读这次圣经 好吗 准备一二三 耶稣就禁戒他们 不要告诉人 从此他教训他们说 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 被长老祭司和民事弃绝 并且被杀 过三日复活 耶稣说 喂 我要付代价 但是 一开始的时候 他跟他们说 你不要说话 不要告诉别人 这个也是神学那边 另一个名词 这个叫做Messianic secret 就是尼赛亚的秘密 有什么意思 就是耶稣说 我没够时间 要宣告我是基督 你不要帮我宣告我是基督 因为越早宣告 就死得越快 就是 一说自己的基督 就立即死 所以他说 不要说 不要说 接着他就说 他说 你知不知道我来做什么 他说 我来是要受苦 而且受许多的苦 他说 我来是要被人弃绝 被一些民事 祭司 这些是当时的高官 全部高官弃绝 甚至会死 过三日复活 耶稣说 你知不知道 我要付什么代价 为什么耶稣会这样说 我就要思考 大家认识 我们很多时候认识耶稣 是按照我们的经验 认识耶稣 我举个例子 如果我是重病 我重病在医院躺在这里 我重病 然后有一个牧师走过 Peter Ho 我帮你祈祷好吗 你通常会不会 给你的人祈祷 多数会 因为已经重病 不要浪费 你当然不要浪费 你当时未必要基督徒 我未必要基督徒 有一个牧师说 要帮你祈祷 对不起 我不要你 不会的 满天神佛 也无所谓 那个不得有第二个 一定会祈祷 一期我康复 我康复 牧师一定问第二个问题 你想不相信耶稣 当然想相信 我康复 我真的经历耶稣的医治 对不起 于是我的观点 耶稣就是一个医治者 对不对 于是我有个朋友 病在病床 于是我又再帮他祈祷 一祈祷 谁知道他们死了 为什么会死 我的信仰就是医好我的 我的信仰 耶稣是一个大能的医治者 为什么他会死 当然我不够信心 当然要找牧师来 牧师来 起死回生 我们会这样想 因为我们的观点 所以在神学上面 有很多不同的神学 有些所谓成功神学 什么叫成功神学 就是有些牧者 他可能经历到很多上帝的恩典 可能他每一次祈祷 上帝说 你明天买45号股票 他真的买股票 赢了 于是下星期又祈祷 买185 又去买 又赢了 于是他就说到 各位电影子妹 上帝今天跟我说 明天买73号 这些成功神学 又是对的 因为圣经说什么 圣经说 当你尊敬上帝的时候 你会有封诚生活 救药那边 哇很厉害 当你敬畏神 你就会有封诚 所以这不是封诚神学 有些会觉得 不是 有些苦难神学 什么叫苦难神学 总之你做传道人 你越穷越熟灵 知道吗 总之你假装自己越穷 就是越熟灵 所以传统教会 很多牧者 就是几十年前的牧者 通常那些衣服 那边补一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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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补一屁 补一屁 补一屁 就是最熟灵的 这些苦难神学 有些解放神学 就是很多的神学 为什么 因为个人都在用自己 经历耶稣 经历神的经历 就觉得神就是这样 等一下 耶稣问这些门徒 他说人说我是谁 你们说我是谁 接着耶稣就说我要受苦难 因为他知道那帮门徒 称我为基督 就是因为他想我做什么 想要我做王 以至到门徒说 将来你德国那一天 你给我两兄弟 一个坐在左边 一个坐在什么 右边 圣经有关系 所以换言之 耶稣说不是 我是要死 他就说 人子要受很多苦 什么叫人子 人子 圣经有什么意思 第一个意思就是人 人的子就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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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意思就是 要回到大义的书 第七章 就是耶稣基督 是预言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回来 第二次回来 耶稣基督是带着权兵回来 所以旧弱的人觉得 他是一个权兵 他看不到 《以初阿书》第五十三章 那个受苦的仆人 他看到耶稣基督的权兵 那个荣耀 坐着狗云过来 哇 这个世界 哪个人坐着狗云可以过来 哇 很厉害 所以他们看不到 《以初阿书》第五十三章 的受苦的仆人 他只是看到 《以初阿书》的权兵 所以耶稣要跟他们说 他说不是 我第一次来 我是要解决人 一个最深层的问题 就是一个罪的问题 所以去到第三点 耶稣要我们认识清楚 跟这个会受苦的耶稣 就是我们都要认识清楚 今天我们自己 跟耶稣的时候 都要付代价 这个代价 但圣经说得很清楚 我们要背自己的十字架 我们每个人都要背自己的十字架 你千万不要跟人说 我们背耶稣的十字架 我们没有知识 什么耶稣的十字架 我们背自己的十字架 所以当耶稣说完 他要受苦的时候 比特好笑 比特整人都说话 于是他就接着耶稣 圣经说什么 他劝耶稣 挺大胆的 他劝耶稣 耶稣说你不要死了 你大了 你死不去 你死了 我跟谁 你死了 耶稣就走回头 看着那些门徒 接着就集备比特 他说撒旦 退我去后面 因为你只是 体贴人的意思 没有体贴神的意思 我们读这些圣经有意 很小心 耶稣不是骂比特是撒旦 耶稣只是说 今天撒旦影响了你 不体贴神的意思 只是体贴人的意思 所以耶稣就进一进而说 说什么呢 他说 你们要知道要背自己十字架 以及要舍己 耶稣将十字架和舍己 摆在一起 十字架大家都明白 十字架是 王马最羞辱的一种死刑 个个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 去到营场 然后被钉 哇 挺辛苦 背着十字架 背着一边一边一边 我就会把钉 就会把钉 好可憐 真的很可憐 但是又死得慢 你知道现在人权至上 死也要快 知道吗 所以现在死刑 你不可以拖 你不可以弄到他死不去 知道吗 现在死刑 只要打针 一打针一分钟就死 没什么痛苦 但是耶稣死 是经过六个钟头 流血尽而死 他当时清醒的 下面很多人在笑耶稣 耶稣 耶稣 如果你是神的儿子 下来就相信你是神的儿子 多大侮辱 他明明是神的儿子 但他不能下来 我常常都说 如果我是耶稣 那一件事 我是耶稣 我是无所不能 耶稣是无所不能 你说我是神的儿子 我是要证明给你看 我神的儿子 我立刻下来 然后立刻上去 继续听 哇 挺好的 哇 没有心理 你挑战我 我给你看 我就是神的儿子 不过我要为你死 哇 很伟大 耶稣没这么做 在他修辱的那边 耶稣仍然说什么 他说 赦免他们吧 因为他们所作的 他们不知道 等一下 姐妹 哇 很难说 这个话 在自己被钉 被人笑到他那边 他忽然间说 赦免他们吧 因为他们所作的 他们不知道 耶稣要我们知道 什么叫舍己 什么叫什么十字架 什么叫舍己 舍己不是说 没有了自我 很多人说 一做基督徒就没有了自我 其实是错的 一定有自我 但是舍己就是说 在你的人生当中 你觉得 什么东西 在你生命里面 是困住你和神有更紧密的关系 你就会舍己他 哇 有很大的挑战 在五十年代 那时我刚刚出世 刚刚出世 在五十年代 我听回来 有些教会 有些舍己大会 什么叫舍己大会 就是说 如果你有个吉他 你觉得吉他影响了你 对神的心 教会就说 我的吉他回来 我帮你烧掉它 哇 就是燃烧大会 知道吗 就是等于今天 各位兄弟兄姊妹 如果你觉得你的iPhone 令你困住了同上帝的关系 拿回教会 我帮你烧掉它 不过我当时不会帮你烧掉它 帮你卖掉它 就是作为教会 建堂奉献 五十年代有的 燃烧大会 烧掉吉他 烧掉所有东西 因为这些东西 我们要舍弃它 一个身体力行的舍弃 这个我不敢说它不适合 我舍弃它 但是我的神 我觉得不只是 我们舍弃表面的东西 很多东西不是表面的 很多的骄傲 很多的钱财 很多的名利 很多的权 不是一种看得见的东西 耶稣只是说 我们要思想 要反省 究竟什么 令我们与神的关系疏离 接着耶稣说一句话 他说 人若赚得全世界 却赔偿的生命 又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用什么 来换这个生命 这个生命 肯定不是一个现世的生命 这个生命肯定是永生的生命 耶稣就说 如果你今天赚到钱 发达 是用不正当的手法 你得到全世界 但是没有了我们的生命 耶稣说 这个抉择 你自己做了 耶稣从来没有逼人送耶稣 耶稣只是给我们一个抉择 换言之 今天如果我要为今生的生命 而捨弃永生的生命 是我自己的抉择 但如果我要得到永生的生命 而捨弃某些东西 是我的抉择 人有得 一定有什么 失 不可能完全其美 你要得什么 你就要计代价 要失什么 所以耶稣基督受试探 第三个试探 撒但跟耶稣说 耶稣 你跪拜我 你跪拜我 我把世界给你 他说你来这个世界 就要这个世界 你把这个世界的人尊敬你 拜我 你拜我给你 撒但可以的 有一点之会 所以耶稣就给我们一个抉择 究竟我们要一个永生的生命 或我们不择手段 是希望能够在现世的生命 能够拥有一切 耶稣只是说你自己决定 这个抉择 在报道会经常说 但在信徒那边 我们经常提醒我们自己 究竟有什么难助我们 与神更加亲近 但耶稣很好 耶稣甚至给我们一个结果 给我们知道 所以第四点 他就说 要认清 甘心甘随耶稣的赏赐 耶稣原来有赏赐给我们 就是第38节 当然第38节 不是直接说的 是一个对比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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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偶像 拜偶像的世代 一个地方 所以他说 你今天拜偶像的地方 你认福音为耻的 他说 我们天上便要以你为耻 相对之下 如果我们以福音为榮 不以福音为耻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我们的神 就会 将恩典给我们 那个对比 耶稣给我们 这个对比 弟兄姊妹 为什么耶稣会说 就是马会说 人若赚得全世界 他赔上生命 很多家经家就说 他是有诗篇四十九篇 第七至第八节的背景 我们读一诗诗篇四十九篇 第七至第八节 准备一二三 一个也无法属自己的弟兄 也不能替他将属价给神 叫他长远活着 不见扭坏 因为属他生命的价值极贵 只好永远败休 那诗人就说 他说 如果今天你有多少钱都好 多少钱都好 就算要救赎自己今世的生命 都做不到 更何方永远的生命 今天你拥有很多钱 秦始皇拥有很多 他想长生不老 都不行 诗人说他都不行 更何方永远的生命 所以耶稣就给我们一个选择 人若赚得全世界 却赔偿生命 有什么处 自己去喝 当然这段圣经跟谁说 很多人说 这段圣经是否只是跟门徒说 其实不是 因为第三十四节 很清楚 他说什么 三十四节那里说 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 众人是什么意思 旁边的罗人甲 罗人鱼 罗人饼 全部都给他 原来这段圣经 不只是跟门徒说 是跟我们全部人说 大家明白吗 甚至跟那些未信的人说 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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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都是基督徒 圣经没有这么说过 所以原来这段圣经 很多报道家 很喜欢用这段圣经 因为可能有 王甲月饼 未信耶稣 他就给一个挑战给他们 人若赚得全世界 却赔偿生命 你自己的选择 It's your own choice 昨天有两个 第一次回教会 信耶稣 今天第一堂有 第一次回教会 信耶稣 It's a choice 是神自己的选择 没有人逼 有人信耶稣 但是耶稣说 今天原来这段圣经 是跟我们 每个人说的 我回想回 2007年 我第一次去访韩 港道 那当时 韩国 打电话给我 他说 我们想请你去 访韩港道 当时我一口拒绝 我立即拒绝 因为我知道 我一去韩国 我会面对 很多很多的挑战 这个挑战 包括我们自己 中派的挑战 包括很多神学的 争拗的挑战 于是我一口拒绝 我不去 但对方很有意思 很聪明 对方说什么 对方说 你都没祈祷 就拒绝 我也是 没祈祷 你做基督徒 要祈祷 你跟隔壁说 我们也要祈祷 他说 你还没祈祷 你拒绝 我也是 没祈祷 对方很大方 他说 我给你两个月祈祷 其实我心里哪个 不用两个月 一天搞定 我们的祈祷人 一天搞定 都是过竅 我祈祷 我不是 他说 我给你两个月 我真的祈祷 我每次祈祷 神给我一个感动 就是我一定要去 但我怎么也说不去 很大的争吵 所以我很明白 保罗那边第八、第七章 说 心里边有一个 因为我知道 我一去 就会有很大的挑战 你知道 事奉了几年 人在教会 心不由己 我都要面对 我都要面对 很多人的声音 终于两个月 糟了 两个月 你都要回应 那怎么回应 我跟神说 我真的不要去 真的不要叫我去 我正在死 我还想活多几年 于是我就给上帝 一个很大的难题 那天我开车 开车回教会 去到窝打澳 红灯就停在那儿 停在那儿 我就跟神说 我说神 你现在我祈祷 你现在祈祷 我祈祷 我祈祷之后 说完阿门 之后一分钟 如果电话响 如果电话响 是韩国打来 我就去 但我明白事 多大挑战 一分钟 我只给耶稣一分钟 一分钟 一分钟 即是你知道 我们手提电话 十几年前 十年前手提电话 都不一定 那些线路那么好 我随时收不到 收不到 收不到就挺好 没什么 不用去 大家明白事 我在车里面 那麽祈祷 一分钟 不是在家 有股妈的电话 那麽祈祷 阿门 红灯 绿灯 开车 怎知三十秒 电话响 哇 我千万不要去韩国 如果在韩国 我就没办法 但如果不是去韩国 我怎样都要跟他谈 三十秒 是吧 等韩国打不通 是吧 大家明白事 我怎样都要这样做 怎知电话响 我一向去电话 就是在韩国打的 我不用说 我以为 我说我不应该怕人 而不怕神 大家明白事 说完之后 韩国就说 我跟他们说 他们跟我说 你穿着来好 我说 我怎么都不来 你千万不要教我 如果你后年请我 我就来 我打算拖了一年 拖他忘记了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拖他忘记了 那一年半之后 没有电话来 挺开心 他打算忘记了我 怎知那几天 有个会友带给我 他说 牧师 你又去韩国 没有 谁说我去韩国 我还没收到电话 他说 不是 你的名字已经在poster上面 我在poster上面 我说 我都未知要去韩国 我完全不知道 我说 怎么搞的 我都没说过下去 你就把我的名字上去 打电话去韩国 他就说 那你说 他说 去年请你不去 第二年请你来 我就当你真 就请你 他电话都没有打给我 接着我就很聪明 接着说 我说以后没有请我 以后没有请我 因为我怕人 我怕人 因为太多麻烦东西 但是他说一年前 我去回 去年我去不了 因为我身体有问题 今年去是因为補回 去年 弟兄姊妹 我这么说 不是我有什么特别 我这么说完 我们的神 祂是真 我们以为我们可以 控制神 我控制他一分钟 One minute 但上帝说 你给我三十秒 我都可以在十秒 电话响 Amen 上帝就是这么真 我们跟这个上帝 我们很多时候 只是看闸门 只是看闸路 我们看不到神的封城 所以耶稣说一个比喻 一个葡萄园 你早上八点上班 下班又是一元 十二点上班 下班又是一元 四点上班 下班又是一元 下班又是一元 多不值 你选择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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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五点钟 选择四点上班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又是一元 分八个小时又是一元 最低的工资都没有 但是我一直想 你有没有想过 你做八个小时 巨峰提子的菩提员 你有没有吃里面的葡萄园 你有没有吃里面的葡萄园 你会不会吃呢 你有没有这么乖 一根都不吃 八个小时都不吃 你会不会 你一定不会 你唯一拿不到出来 你会哪人不吃 是吧 你吃八个小时 巨峰提子 那个时候一小时 每个小时 巨峰提子 多贵 所以很多人信耶稣跟我说 很多人信耶稣跟我说 牧师 早知道 早点信耶稣 大家明白 原来信耶稣这么好的 是吧 我们想不起 我们可以吃 多七个小时 巨峰提子 但是我们只看一蚊 我只看扎门 看扎路 我看不到耶稣的荣耀 祂是荣耀君王 而扎路很有趣 扎路这个字 原文的意思 是田基路 大家见过田基路吗 田基路不能拍拖 你不能拖着他朋友 走田基路 很扎的 是很孤单的 但是田基路 你会不会跌倒 有时会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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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跌倒 跌到哪里 跌到田道 这个田道会不会死人 不会死人 但你会骚髒 我们信仰就是这样的 信仰 我们会跌倒 我们的耶稣很好 我们的圣经真的很好 我们圣经很多时候 很给我们 知道吗 他说我们偶然被过患所性 我们怎么会偶然被过患所性 我们常常被过患所性 但是耶稣真的很好 他说我们偶然被过患所性 神也有恩典 神也有怨吻 多开心 我们偶然被过患所性 但是耶稣就说 你死不去 所以我信一切得救 永远得救 Amen 你绝多跌到哪里 跌到田去哪里 绝多骚髒一下 然后冲回去就干净 耶稣的保血 结尽我们的罪 Amen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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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